大家好,今天我们做一个玉米披萨 用平底锅来做,一样的好吃 我们先来和面团 准备面粉300克 加入3克左右的酵母 2-3克食盐 然后再加入10克到15克左右的白糖 加入200克的常温自来水 就是一般的清水 搅拌成絮状以后 加入10克左右的植物油 今天我们将它做快一点 不用放冰箱去冷藏 简单的揉成面团以后 放到这里 让它醒至半个小时 我们将玉米放到锅里面 提前煮熟 玉米煮熟以后捞出 玉米粒切下来 这个玉米已经够甜了 可以不用放糖 案板上撒干面粉 多撒一点 因为这个面团比较软 面团取出来轻轻的 裹一圈干面粉 然后给它轻揉排气 不需要怎么揉它 简单的把它揉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分成两个同等大小的剂子 我们将剂子压开 锅里加入适量的油 油烧热以后 放入饼皮 先给它撒上一层起司 最好是用那种可以拉丝的 然后放入适量的玉米粒 喜欢吃玉米的 多放一点都可以 放好以后 再撒上一层薄薄的起司 盖上盖子焖 中途我们不要开盖子 开小火 让它一直焖 焖个十分钟左右 我们看一下 观察它的底部有没有煎糊 这个起司完全融化了 就可以了 做好了就出去了 今天我做的面饼 是做两个披萨的 如果你只做一个披萨的话 用一半的量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300克 用150克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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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